大家好,我是鱼东酒店 鱼东圆的中菜行政总厨 我叫王永强 今天教大家煮蒸水蛋 看看会清得滑一点 通常蒸水蛋坊间有很多比例 通常有1-1就有 1-2,1-2就有 今次我们用1-1-5 鸡蛋1份就当然有 1.5份就有水 这样就放进去 发泡的途中 可能会引致很多空气 就进入水蛋里面 就会起泡 就一定要处理它 如果不是蒸出来就会像蜂巢 你可以用匙羹把它撇去 或者切底一点 把它隔掉 现在大家看到就没有泡 我要用石纸 或者保鲜纸 包住它 甚至家里用大碟 盖着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包住它 就是实际上 倒汗水 如果倒汗水 就会起汽孔 一粒粒 像豆皮一样 就不漂亮了 我们要蒸10-12分钟 但是现在我们蒸4-5分钟 就要先梳梳气 为什么要梳气呢 因为如果它不梳气 它长期在高温下 它也很容易有气孔 又有豆皮 好,大家等再4-5分钟 又可能再梳梳气 看看是否熟不熟 嗯 词 把银的力量